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往后 不管白天 黑夜 我们都不要分开了 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是在外面过得也不好 所以才回来的 对吗 那个傻千道的 卷着我的钱就跑了 我可以保证你不愁吃穿 半生无忧 但是你需要好好做一回母亲 敏兰 以前都是妈妈不好 你原谅妈妈好吗 妈妈跟你道歉 其实妈妈特别想你 你知道吗 我都不愁吃 陈先生 我们回家吧 嗯 生而不养 养而不教 是作为父母最大的恶物 敏兰从生下来就看不见这个世界 已经足够悲惨 但是你动不动就把 甚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身上 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是我现在做什么 她肯定也不能原谅我了呀 但凡你为米兰 做一点母亲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母女二人何至于此 她现在不懂得什么是爱 更不懂得什么是原谅 这是你作为一个母亲的罪 沈先生那么好 他为了我用心良苦 我不应该再让他担心的 沈先生 还在不开心吗 我现在很好 你不用担心 我都想明白了 那你想明白了什么 以前你总爱说教 还给我列六大准则 我虽然很听话 但我其实是不服气的 但是今天 我突然间明白了 我爹娘从来没有教过我什么 所以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是不完整的 你想让我少走些弯路 你想让我过得不那么苦 我都看到了 你能明白 我很高兴 过年的时候 威廉 静雪 还有友文叔叔来家里 我很高兴 娘抱了我那一下 我也很高兴 我以前没有朋友陪 没有亲人爱 是你给了我所有 原来就就是你说的 多人的温暖 你一直说你很冷 但是我觉得 你是全世界最暖的人 陈志宏 从今往后 不管白天 黑夜 我们都不要分开了 好不好 好